大家好,我是小胤 今天买了三斤五花肉 我们用它来做个好吃的 首先把五花肉切成10厘米左右的小段 可以提前把五花肉冷冻一个小时 这样比较好切 再把它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 然后冷水下锅 加入姜片和葱段 再加一瓶盖白酒去腥 大火烧开之后把湖沫捞出来不要 然后转中火 再煮10分钟 多煮一会儿能去除五花肉里的油渣 这样吃起来不腻 再把它捞出来用凉水冲洗 把表面的湖沫清洗干净 然后控干水分 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勺葫芦汁 一勺蠔油 少许五香粉 一勺白糖 两勺料酒 然后用手充分抓拌均匀 多抓一会儿更加容易入味 抓均匀之后盖上腌制20分钟 我们再来准备一点配菜 准备一块酥鸡豆腐切片 也可以用豆腐干 装入碗中备用 再提前准备好香料 八角 桂皮 香叶 干辣椒 再加入姜片和葱段 准备适量的鸡蛋 提前煮熟 去皮 然后热锅放油 油热之后放入冰糖 中小火炒至冰糖融化 变成琥珀色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香料倒进来翻炒 炒出香味 再把腌好的五花肉和汤汁一起倒进来 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再加一把黄豆 这样炖出人肉更加的纯香 同时也更加容易软烂 炒香之后再把它转移到砂锅里 加入开水 没过五花肉 然后盖上 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 先炖15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的肉就已经熟了 再把鹌鹑蛋和酥鸡豆腐加进来 用筷子搅拌均匀 然后盖上再煮15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打开看看 哇好香啊 然后开盖再煮5分钟 收一下汤汁 汤汁收的差不多了 再加点葱花点缀 香喷喷的五花肉就做好了 经过腌制的五花肉 口感不柴 入口即化 而且香而不腻 豆腐也是充分的吸收了肉的汤汁 非常的入味下饭 别忘了还有香烹烹的鹌鹑蛋 也是非常的好吃 有肉有蛋又有豆制品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老人和孩子都非常的适合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我喜欢你的支持 我喜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待